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有那一两个星期就这样子的 我虽然是在走这路的 但是呢 我的心中里面的感受呢 是好像死了一样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说 那个星期的过后呢 就好像我的生日一样 我其实很享受我的生日的 那么这一次呢 我就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去享受我的这个生日 因为呢 我里面呢 好像死了一样 所以呢 我的女儿 但是呢 我的女儿坚持说呢 在我生日的时候呢 必须去到这一个餐馆呢 因为呢 这里有我喜欢吃的那一个食物 那么这个阶段的这个故事呢 非常重要 所以听好好来 所以当我们到这一个餐馆的时候呢 那么呢 里面呢 就坐满了人 所以那个要等待的那个位置呢 是很长的 所以就 啊 忘了他吧 我们就去到另外一间店 所以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就回家 我在我房间里面 我没有办法去享受我的生日 那么呢 我在做事情 但是呢 我就觉得我的里面呢 是有不对的 那么就突然间呢 这一个经节呢 就来到我的心中 那么这就是伊赖亚呢 在这一个山上呢 得到了那个胜利 那么呢 他杀死了那一些假先知 但是第二天 the queen Jezebel send him a whatsapp message I'm gonna get you Elijah 那么呢 这一个 Jezebel 这一个王后呢 那么他就讲说呢 他会要杀害他 and Elijah starts to run away 那么所以伊赖亚呢 就逃跑 and then this verse he prayed that he might die 那么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说呢 Elyra的祷告说呢 他希望呢 他会死 so I was sitting in my chair and I said to God I said God am I going through what Elijah is going through this dead feeling inside of me is this what I'm going through 所以我就在问说 这个伊利亚呢 他所经历的 是不是像我现在所经历的事情一样呢 and then I read the next verse the next verse the next slide it said that there was an angel who came and touched him and said to him arise and eat and Elijah got up he looked and by his head was a cake baked on coals in other words there's a hot cake there sitting beside him 那么所以呢 他就听到说 那个天使呢 叫他起来呢 吃 因为当时呢 有那个热饼 and I asked God God are you speaking to me that you'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for me today 那么我就问 我就问耶稣说呢 你是不是 我就问神说 你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要告诉我说 and I walked out I had lunch in my house with my wife 所以那么我就走出去 那么跟我的妻子共餐的时候 and about three o'clock there was a ding dong outside there was a man pressing a button a bell on my doorpost 所以大概十三点这样的时候呢 那么我的门铃就响了 and I went out 我就走出去 it was a grab guy a grab deliverer guy 那么就是有那个 送食物的 and he said uncle happy birthday 他就说 叔叔啊 生日快乐 how large this fellow no matter is my birthday 这个人怎样知道 是我的生日呢 and I took the packet 那么我就拿了那个包裹 and I brought it into the house 进入家里 and I heard my wife say hey come hot hot pancakes from daily fix 然后我就想说 hey 快点来 这一个呢 是你刚才早上 你要吃的那一个 早餐 还热乎乎的 when my wife said hot hot pancakes come and eat I remember this verse 那么当我就是讲说 它是热烘烘的 那一个 那一个饼子的时候呢 我就记得了 这个经节 everybody say one two three say wow together one two three wow god telling me in the scripture that the angel came and gave Elijah cake hot cakes on cold three o'clock somebody is sending me pancakes hot hot for me to eat 所以这经节呢 这件事 发生的事情呢 就提醒了 这一个经节 by the way next slide who is my angel 那么其实谁是我的 那个天使呢 the angel is here in this room 那么这个天使呢 就在这一个 在这里 got no wings got no wings 但是没有翅膀 but he is an angel 但是呢 他是天使 because Dr. Dylan can't send the pancakes to me 因为 everybody say Amen Amen I got one angel by my side all the time there he is sitting behind there he is my angel Amen 所以那一个名字呢 其实是Dr. Dylan sand Dr. Dylan 记的 所以呢 他叫做天使 一样 所以你就会讲说 到底这个天使 怎样知道的呢 因为呢 就在当天下午的时候呢 我刚好就打电话 给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呢 当时呢 就在一间 咖啡店里面 吃午餐 刚好呢 Dr. Dylan 也在那个咖啡店 吃东西 然后呢 他就跟我的儿子 同桌 所以呢 那么呢 他就说 爸你知道 谁跟我在一起吗 然后他就 放台那个视频 然后给我看见 是跟Dr. Dylan 在一起 然后我想说 哎呀 很糟糕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 吃到我最想吃的 那一个饼子 你知道吗 我其实没有办法 安排这一些事 但是呢 是我们的上帝呢 是安排了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呢 都恰恰好 Dr. Dylan didn't know that God gave me the Elijah scripture he doesn't know Dr. Dylan 不知道呢 神给我的 那个经节 关于伊利亚 然后我也没有告诉 我妻子说 关于那个经节 但是我的妻子 一开口就讲说 热乎乎的 那个饼子 我没有告诉他 我没有跟他分享 那么呢 我就进到房间 里面 我关门的时候呢 我就整个人 好像在发抖一样 所以神啊 到底你要告诉我什么 然后我清楚地 听见呢 神告诉我 所以不要忘记啊 我还是感觉到 那个乌云 好像在遮住我一样 我的心中呢 还是觉得很犹豫的 所以今天晚上 神告诉他说 告诉我说呢 今天晚上 当你跟你的家人 共进晚餐的时候 庆祝你的生日的时候呢 要跟他们分享 这个见证 所以当天晚上呢 我就跟家人 分享了这个见证 但是这个乌云呢 还是在我的头上 我还是觉得 心中非常沉重 我就打开车门 我进入车里 我开车 那么我离开了 那一个停车 所以我整个 那一个沉重呢 当我跟神要离开的时候 我这样 不是要是 阿们 那肯定呢 是那个魔鬼 所以当我顺服上帝的时候呢 这个魔鬼呢 就离开了 那么第二天呢 我就去了 这个圣灵里面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就去到这个圣灵里面 我走路的时候呢 那么呢 我又在开始呢 被圣灵充满一样 在那边 积极地祷告 所以就在那几天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在问上帝 为什么呢 我要经历 这个好像死亡的 一个经历一样 为什么呢 我这样才能够行走 但是呢 我的心中呢 我就感觉到死亡的 那么我就听见 神告诉我 那么这就是 祂要带给教会的 这个信心 祂要告诉我们的教会 那么祂要告诉 这个城市 然后也要告诉 这万国 这世界 所以记得啊 Prajif是那一个好朋友 他看见我的脸上有东西 那么呢 所以呢 我就能够把那个东西呢 宰下来 那么你知道啊 那个夜下呢 有异味的啊 那么Prajif呢 去告诉他 去帮助他 那么要知道 今天早上 这个话语呢 可能是有一点 难要领受的 但是请知道 神深刻地爱你们 那么我就听见 上帝告诉我 那么我所经历的那一个呢 好像在行走 但是呢 里面是死呢 就是今天的教会 所面对的 那么他就给了我 下一个经节 那么他就直接 给我了这个经节 那么呢 这是耶稣呢 写给那一个 沙迪教会的 那么这个经节呢 耶稣说呢 我知道你的行为 那么另外一个经节呢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翻译呢 就是呢 我看见你所行的 然后耶稣呢 在跟这个教会说话 你看起来呢 好像活着的 但是呢 你其实是死的 为什么我们要说 好像很痛一样呢 因为这是很难 我们要很难说 阿们的 这是非常疼痛的 所以这个经节呢 告诉我们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暗民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换句话说呢 就是耶稣呢 来到我们 星期日的崇拜日 那么他看着 我们在干什么 那么呢 他也来到我们的 个别小组 那么在听和看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那么呢 他也来到我们的 祷告会里面呢 来听和看 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呢 他就宣告 那么呢 你暗民呢 你是活的 但是呢 其实是死的 你可能会说 牧师 那里有这样的事情 我来到教会 那么我又参与 祷告会 他说 那么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说呢 耶稣知道我们的行为 the next slide he says this scripture he says I have judged your deeds as far from complete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we are doing which is good but we are not complete another version NLT says your actions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y god 那么下一节呢 在启示录 第二 第三章 第二节里面 有讲到 因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 是完全的 there's something good that we do we come for a prayer meeting is good 那么就好像 一件好的事情一样 那么我们来到祷告会 是好的 we come to self group is good 我们参加小组 是好的 but we are so focus on all of this we are missing out on the main thing the next slide 那么我们呢 非常专注呢 这些事情 但是呢 我们损失了 我们迷失了 那个最重要的事 there's something missing we are not doing the main thing 那么有一点呢 是我们迷失了的 那就是我们 没有做那最重要的事 I asked the Lord Lord please help me explain to the church 那么我就告诉神说 神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呢 跟教会解释 Imagine one day you are at home 試想想 有一天你在家 it's five six o'clock in the evening 五六点 傍晚的时候 and you hear a big commotion outside 那么你听见 外面呢 有很潮的声音 you run outside and you see your neighbor's house the kitchen is on fire 那么你 你跑出去外面的时候呢 你看见你的邻居的家 厨房是我 big huge fire 很大的火 you quickly call bomba 那么你快点 打电话给消防员 within a few minutes the big huge fire engine truck arives at your neighbor's house 几分钟后呢 那一个 救火车呢 就到了 it's a brand new big huge shiny fire truck 那么是一个 全新的救火车 and then six bomba fire men they come out from the from the fire engine and they all dressed in their uniform they put on the helmet and they run to the to the gate of the house your neighbor's house 那么就有六个 消防员呢 从救火车 从消防车里面 下来 然后赶紧的 跑入 那个邻居的家 you are standing there and you see these six fire men run to the gate 那么你就站在那边 你就看见 这六个消防员呢 跑进 那一个 那一个 家里 then all six fire men stop at the gate they all take out their handphone and then they wow big fire you big fire you look at there see the smoke wow big fire all six of them take out their handphone and taking video 所以你想一下 这六个消防员 当他们跑到 那个门口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 拿出他们的手机 然后再拍 wow you got 这火树很大 and you're standing there and say what what you doing put out the fire 那么你会讲说 你在干什么 你快点灭火 put out the fire 灭火 the captain all six of them turn and look at me oh put out the fire put out the fire we don't know how to do put out the fire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那么呢 队长呢 就看着我说 oh要灭火啊 可是我不会灭火耶 put out the fire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你不是他想灭火吗 then you point to the fire truck 然后呢 你就指向 那一个消防车 and then the captain says wow fantastic fire truck just bought 500 thousand US dollars you know got 200 gallons of water the ladle can go to 100 feet no you look at him 然后他就想说 对了对了 就是有这个新的 消防车 用500 用500千的 那个 美金 买过来的 this uniform fire resistant up to 100 degrees or so cannot burn 那么我穿的 这个制服 是非常防火的 this helmet solid 那么我的帽子 那也是 非常坚固的 you come to the fire station we got so many activities inside the fire station 那么如果 你来到消防局的时候呢 你会看见 我们在这里面 有好多的活动 but put out the fire we all don't know how to put out the fire one is not part of my I don't know how to put out fire 但是要灭火的话呢 我们的确不知道 要怎样做 how many of you want this kind of fire station 你们多少个人呢 要有这样子的 消防局在马六甲 有多少人 要这样子的 一个消防局 在马六甲 beautiful fire station very nice lot of activities 很美丽的 那个消防局 有很多的活动 fire truck expensive one 500,000 US dollars big beautiful fire truck 很贵的 那个消防车 special kind of uniform 特别的制服 特别的那个帽子 but don't know how to fight fire 但是呢 不懂怎样灭火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呢 想要这样子的 一个消防局 在马六甲 那么我就听到 神告诉我 in the same way where the church is concerned 那么呢 其实教会 there is a main function of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next slide 那么教会呢 其实有一个 很大的那个使命 is to touch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around us 那就是呢 要触摸 我们身边人的 生命 the firemen put out the physical fire 那么那个消防员呢 他们灭火 the church is supposed to put out the spiritual fire so that people don't enter into hell that they will be saved by the precious blood of the land 但是呢 我们身为基督徒呢 我们要灭的是 那个属灵的火 那就是我们要救赎 那一些人呢 以便呢 他们不会进入地狱 the church mission ultimately the greatest mission is in Matthew 28 and 18 to 20 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那么我们 我们身为基督徒呢 我们最大的那个使命 最大的那个日情呢 那就是呢 我们要去使万民 成为耶稣 那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在做很多很多的活动 但是呢 我们没有 专注在这一个 上帝给我们的 这一个大使命 那么呢 我们在祷告啊 或者在上教会啊 或者在小组 这一些团器啊 都非常的强 然后这些那都是好的 但是呢 很多我们呢 有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迷失了的 那就是呢 要去触摸 我们身边人的 那一个生命 那么我就在家车的时候呢 我要去这个餐馆 那么我去祷告 那么呢 这个餐馆的老板呢 很忙的 有时候呢 要跟他说话呢 都没有办法 那么我就告诉上帝说 我说神啊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触摸 这一个老板的心 那么在这一个餐馆里面呢 很多人 那么我吃饱之后呢 我就看 有没有一个机会呢 我能够跟他说话 那么最后呢 没有办法 我就要还钱的时候 我就说 弟兄啊 你怎样 那么他就讲说 牧师啊 我的手 我很痛耶 不知道 我的手上 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我就说 嘿 弟兄让我来为你祷告 那么就是 一个特别的情况呢 那么上帝呢 就给我了 这个机会 你可能为他祷告 那么我告诉你 上帝呢 其实就是要应许 这样子的祷告 那么呢 我就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要去 我的这一班 特别朋友 然后我就告诉 上帝说呢 给我这个机会呢 能够触摸他 那么我们就 分享啊 讲很多东西 各种各样的话题 突然间他看着我 他就说 诶 Joshua 我一直想要问你 他就说 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啊 他就突然间 讲到关于属灵 关于教会 就是在比较呢 他的宗教和我的宗教 我没有开始 但是是他先开始的 所以我告诉你说 神呢 是非常渴望的 我们能够触摸 这一些人的 然后在这个使徒行传 第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我们优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所以上帝呢 要我们在我们身边 周围的每一个人呢 我们成为了一个见证 我们不能够呢 对于我们现在 在教会里面 所有的活动满足而已 我们就只是让 Pastor Amanda 去传福音而已 那么呢 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呢 享受那个成果而已 那么呢 不是的 因为呢 这一个呢 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 这个生命呢 其实是短暂的 我们还有那一个 永生的生命 所以呢 上帝呢 要我们发光 在这一个黑暗里面 那么这以赛亚呢 看见神的荣光 那么呢 他就听见 这个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浅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 那么以赛亚就说呢 我在这里 请猜浅我 然后这耶利米苏 第一章第七节呢 上帝说呢 你不要说 我是点幼的 那么我们当中 有些人觉得 我们太老了 有些人觉得 那我们的英文呢 是不好的 有些人会说 我们太老了 那么你的借口是什么 可能你有十个孩子 那么你很忙 那么呢 这里是神的话语呢 无论我 差遣谁 谁都要去 那么神的话语 给我们的呢 就是去 不是呢 等着教会呢 有这个 这个 传福音 那么呢 这是给我们 国的那一个 话语 那么我们 大家都在忙着 处理自己 教会的那些活动 然后我们在我们 平常日子里面呢 我们都是好像 过着那个 繁忙的生活一样 那么我要告诉你 如果神才 来拆遣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呢 好像按着 我们是好像 活着的 但是在里面 是死的 我们要来看 路加福音 第十五章 耶稣给了三个比喻 那么第一个比喻呢 是关于 迷失的羊 那么呢 这个牧者呢 他有一百只羊 然后呢 一的羊 是失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